人生有许多关需要过 如果说金钱关是人生的第一关 生死关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关 因为生死关决定着一个人的一生将会怎样度过 所以家风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就是教育孩子们要搞清楚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曾世强教授认为 人生最终的目的就是求得好死 什么叫求得好死 为什么要求得好死 怎样做才能求得好死呢 台湾著名学者曾世强教授 继续为我们讲 长安加分第九集 全世界的人都感觉到 人的寿命实在是太短 因此死得都很不甘心 我事情还一大堆没有完成 我小孩只生一个 我什么时候讲一大堆理由 所以就转而要求永生 永远我要生 不死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所以人有生必有死 不可能永生 早点断掉这个需求 比较合适 那既然不能永生 我们就开始去想 那人活着到底干嘛呢 所以全世界人也都在讨论 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很多很多答案 人生以快乐为目的 搞到最后才发现 连什么是快乐都不知道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喊口号 所以 你看完全世界的答案 不得不佩服 我们的老祖宗 他给我们非常简单的答案 人生的目的只有四个字 求得好死 这样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中国骂人 骂得最难听 就这个家伙不得好死 一个人只要不得好死 你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是空的 人最怕就是不得好死 人最想要的是得好死 所以当一个人功成名就的时候 他更担心这一点 因为所以你都在看你最后是好死还是不好死 好死就证明你这些都是正向的 都是正能量的表现 如果不得好死就表示你这里面虚假东西太多 要不然怎么不得好死呢 那才是人生最后硬碰硬的 一翻两顿眼的一个关卡 谁都躲不掉 西方人把它叫做最后的审判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心里有数 是最后在算自己的账 为什么 因为人生不过是四个字而已 就叫自作自受 命是我造的 我怨谁啊 不然你永远读不通 孔子说不怨天不由人 你自己走得到 你走错了方向 你上了高速公路 方向搞错了 又跑得快又倒霉 怪谁 怪自己 中文才是少数的 必须要自己负取全部责任的民族 那你就完全了解 中华文化 不怨天 天不管你 不忧人的 别人才不理你 自作自受 你必须为你的所有的言行 负取完全的责任 推投没有用 别人也不会替你分担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家风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让每一个来到我们这个家庭的人 都清清楚楚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好死 人的生死观是从小树立起来的 家风传承对于一个人生死观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怎么做才能求得好死 究竟怎样的死才能算是好死呢 我们要好死 从先元皇帝就开始给我们一个处方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只是把它当作书在念 就是我们讲过的那四个字 道正合一 你平良心为人民服务 你就心中没有溃炸 你到时候你就好死 我不晓得大家今天听出来什么叫好死 没有 好死不是说不生病而死 那不可能 人赤五骨得百病 那跟得病不得病没有关系 好死 病死也是好死 穷死也是好死 为国捐躯战死沙场更是好死 要不然我们祭拜他干嘛呢 求得好死是指心理状态 死得心安理得 看他的样子就知道 死的时候没有什么话说 眼睛闭起来 很安详地走了 好死 好死 死不瞑目 眼睛长好大 那会好死吗 当然不好死 为什么他心里想 我接下死了 要见祖宗怎么见呢 死的心不安理不得 所以很多人 会在往生的人 脸部盖着一个布上去 就是知道他这一下子要去见祖先 他很难看 我们不要使他太难看 我们拿一块布盖着他脸上 人活着时间长短 其实没有关系 你看有的人活三四四岁 他已经有很大的成就 他走了就走到心安里的 但是有很多人 他心里老有挂碍 老觉得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我到现在没有补救 我心里很不安 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我一个同班同学 比我先到美国去读书 老写性要我记这个记那个 我都记了 可是我心里很纳闷 你到美国 你比我神气 你比我有办法 你应该记东西给我 怎么老叫我记东西给你呢 所以我就慢慢不理他 可是等我到了美国以后 才知道完蛋了 我完全误会了 到美国更苦啊 哪里有时间去逛街 哪里有钱去买东西 那比在家还穷得很 我就完全谅解他 而且我觉得我对不起他 但是很奇怪 我跟他就始终没有机缘再见面 那幸好 在几年前 我们都七到八十了 他从美国回来 如果碰到他二话不说 第一句话说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我当初不了解你的状况 所以我曾经怪过你 那我就心里得了 但是你有这个机会 是你有好机缘 万一没有这个机会呢 我讲这个话就是说 人一生下来就面对死亡 这是谁都跑不掉的 我们说好听说我生日 其实就是我又去掉一年了 我的寿命又减少一年了 所以任何一句话都有一体两面 你怎么知道你能活多久 人生最有趣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 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 你什么时候会死 你怎么死 没有人能预测 因为老权就让你测不准了 因为有的人 他测出来 大概六十二岁就会往生了 所以他六十一岁以前就把所有的该欠的都还给人家 该道歉的都道歉了 他准备心安利得了 然后他不死 他不死 生死由天不由人 你想死老天不让你死 你都清光了 只要你再活下去 看你怎么活 还要看你后半段 那你觉得我还年轻 我怎么会死呢 他就死了 要不然怎么会有白发人 送黑发人呢 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寿命 但是你就无法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 因此你就很冒险 万一我天天做好事 然后突然间不知不觉做了坏事 死了 那么很冤枉 可是人家就断定你这样 你看我们看真果烦 我们看他最后是怎么死的 真果烦62岁那一年 在家跟他的儿子在一起 在庭院里面散步 他就跟他儿子讲 我脚有点麻 你扶我进去坐吧 他儿子就扶他进去 他一坐 就走了 他说好死好死好死 然后对他的一生 就完全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 人必须要时时刻刻 战战兢兢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死 我们完全了解了 人生无常生死难料 唯有生死做事问心无愧 最终才能死得心安理得 无所挂碍 而人生最大的福气便是如此了 这就是应该随着加风传承下去的正确的生死观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父母应该怎样教育孩子 去打理好自己 无论长短的人生呢 我们一家人要互相勉励 我们只有一条路走 就是心胸要放广托一点 不要老计较 我们有机会服务 就尽量去服务 那就好了吗 一天到晚在什么权利益物上面打转 那能够好死人不多 我没有啊 我就是责任而已啊 该我做的 没有钱我也做 人家欠我我也不逃 说得到很难做得到 但是总算有个方法吧 我们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大学里面的 我们叫做三肝木 大学之道是什么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自以自善 那就是整个的方子 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去管那么多 什么时候死怎么死 你拐也拐不了 操心也没用 预测也不灵 那怎么办 我就修身了 明明德就是修身了 人是生存以后就开始污染了 老子最喜欢婴儿 就是他完全没有受污染 可是当你越懂事 就又受污染了 所以 你就要修自己 为什么唯学日益 唯道日损 就是说你要修到 你就把这些没有用东西 给它损掉 减少掉 我不是不懂 但是我不做可以吧 我不是不能要 但是我不要可以吧 你在保护谁 保护自己啊 让自己得好死啊 原来是最难得的 我为什么要明明德 为什么 为了要亲民 我为什么要旨意之上 为了要亲民 所以为什么三干零 其实是一个就是亲民而已 什么叫亲民 就是让跟我在一起的人 都觉得跟我在一起还不错 没有说被我侵略 被我阴险阴毒 没有 人最怕就是每个人看到你说 这个家伙我千万不要靠近你 一靠近你我一定倒霉 那这个人就完了 那种人就是有能力的人 但是没本事 我们要的是有能力 还要有本事的人 就叫明明德 能够亲民 亲民就是受大家欢迎 亲民就是为大家服务 所以人生 千万要记住 我们不是为修身而修身 另外孔子没有吃过苦 没有挨过骂 他会成我们的圣贤吗 老子是 没有工资 管图管管 那书都丢掉了 要跑不知道往哪里跑 他记住人多地方不要去 大家都往江南跑 他就往西北澄 他才变圣贤 老子当天说 我什么不管 我这个不管 那个不管 我就自己靠 没有人理他 谁理他 人一定要有所作为 但是有所作为 要顺乎天理 这才是老子的思想 不是无为 就是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跟不投人一样 所以我们在家里 我们刚开始就要说 你是家里一份子吗 是 那你要分担家务是哪一种 你自己分担 你就分担 从小就要分担责任 你再小 你做到一件总可以吧 你把玩具从哪里拿出来 你玩完了送回去 总可以吧 连这个都做不到 那你不要玩 讲得非常清楚 大了以后 就分担比较 繁杂的事情 越大越繁杂 这才合复道理 我小 我什么都小 小就不要吃饭 要吃饭就在工作 因为这是责任 你看连和善 在我们中国都是 你不劳动 你就不得吃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说我是 和善 你愿意供养我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这种想法 人家凭什么供养你 凭什么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真相不明的时候 就不要乱去分辨是非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 我们这一生 应该像什么 像大自然学习 你看那个草长长出来 它干嘛呢 就是要给牛羊吃的 所以你看当牛羊去吃草的时候 草没有躲避 草也没有抗议 草也没有说 我就用毒气把你牛羊毒死 因为你乱吃过 它没有了 它心甘心愿地被牛羊吃了 所以明年春天一来 它又长出来 它动物链 动物有一个食物链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 这本来就一个生态 生态是个圈的 这个吃那个 那个吃这个 这个吃这个 所以很多人说 人不能吃荤 我们要吃树 他真的不明白 如果全世界人都吃树的话 树是不够吃的 没有那么多树可以供应这么多人口吃 我不反对任何事情 只是有人如果劝我 一定要吃树啊 不吃树会怎么样的话 我就会告诉他 你能够吃树 主要是因为我不吃树 你才有机会吃树 如果我也吃树 就把你那一半树 我一抢过来吃 你也吃不饱 我一吃不好 你知道吗 他在认在哪里 幸好有人吃荤的了 我们才能够专心的吃树 不要再说他们不对 当然有什么不对 当些人多半是我是对的 你们都是错的 曾世强教授认为 人生最终要求得好死 就要做到大学里所书的三纲目 明明德 亲民 指于至善 明明德是修身 亲民是受大家欢迎 那指于至善指的是什么 善行无边 为什么还要指呢 大学整部的都在讲 我们要知 要知什么 就是知那个自以自善 自以自善就是 大家都追求一个合理的标准 什么叫合理 我们服务 不是像西方人所讲的时候 没有代价的服务 那个谁都做不到 那太高调了 我们的服务是有代价的 就是为自己求得好死 这样各位才读通那句话说 古代的做学问人是为自己 现在做学问人是为别人 刚看起来好像现在人比较不支持 以前人很支持 其实不是 古知学者为己 以前人做学问之道 怎么样安生利命 怎么样明则保身 怎么样使自己好死 你是有代价 不是没有代价 我们不可能做没有代价的事情 不要讲得太好听 那也不是知以自善 那不合理嘛 为什么要求我没有代价去服务别人 我服务很坦白讲 为了我自己 因为我将来要求得好死 我要死得心安 你的 你们要不要亏欠我 你们自己看得办 他吓坏了 老人他吓坏了 他吓坏了 我不要 所以中文为什么能够做到同寿无期 就是我不占你便宜嘛 我占你便宜 我倒霉嘛 那我干嘛呢 所以你看小孩子来也说 你啊 以后出来不必带钱了 我知道你是谁家的小孩 你要东西你拿回去 重一点你告诉我 我叫人带回去 你妈妈会跟他结账的 他会做到这个理由 现在哪里啊 现在做不到嘛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以前不管是道家也好 如家也好 都是太高调 太理想化 所以行不通 其实不是 是读书人没有尽到责任 他没有读通嘛 我们可以这么保证说 道 如 两家 所讲的事情 只要你要做 通通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们家里头 常常要 我建议是在饭桌上 吃饱饭以后 大家不要马上离开 那时候是最好 家庭教育的地方 就讲讲什么叫合理 不要很正面去讲 用发生的事情里面说 这样合理 那样不合理 灌输小孩子 从小就有一个合理度 你时时刻刻都合理 我保证你好死 那绝对好死 怎么会不好死 现在就是那个度 没有掌握好 才会不得好死 过分与不急 都是坏事情 过分认真 太不认真 都不得好死 你过分认真 一定会害死别人了 你看你当主管 你醒的时候 就拼命高昌 这样那样 拼命发简信给他 然后你去睡觉了 你一醒过来 他在睡觉 你又发简信给他 有很多人就跟我讲 他专门在上午 早清晨四点钟的时候 发简信给他的干部 看哪个起得最早 哪个最早回他 我心里没有讲什么 但我知道你 活不了多久 果然不错 三年以后他得癌症了 人家睡觉 你要人家睡觉 现在我有钱有事 我是大老板 手机我发给你们 所有的钱公司出 我只有一个要求 二十四小时 不准关机 那你算什么 给人家一点点钱 就要人家的命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讲 人生的目的的 主要原因 你只要想通了这些 你很多心 那就叫做 叫做直以至上 那就要直以至上 你只要过分的 就是不行 你看现在小孩子 要不要给他手机 答案是当然要 那当然要 你还讲什么呢 那不是这么说法 你看我们家 给小孩手机告诉他 人家都有 我们不会让你没有 但是你用手机 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因为你这个手机 在你两年之内 你只有一个用途 就是打给妈妈 其他人你都不能打 他就很安全 他会用 但是他不跟人家 啰嗦 可是他随时有事情 可以跟妈妈联系 很安全 没有啊 我家那个小孙子 才几岁 手机玩得好得很 这就没有良心 这个长辈就是没有良心 将来他十几岁 灯老牛的时候 找谁 我不知道找谁 哪一天他碎死的时候 你找谁 原天游人有用吗 没有用 既然身在我们家 我们也有这套 祖宗留下来的花宝 我们好好传承 不要那么小 就告诉他 你要得好死 他根本听不懂 只是我们在家里 闲谈的时候 就应该讲 人最后是会死的 不要怕死 但是更不能自杀 你把这些话 从小就告诉他 他很快就了解了 他怎么会不了解 不能讲 不能讲 等到出事了 他说什么你不知道 那就是随着的人 所以还是要反求足迹 是我们没有读通 我们没有决心 我们没有真正去实践 否则的话 统统可以做到 没有一样不能实行的 因为我们没有像西方那样 什么宇宙论 人生论 本体论 分来分去 我们没有 我们永远是知行合一的 只要你做不到 就是知的不够透彻 就是知的不够透彻